实际上你知道对任何的传染性的疾病 中国的疾病防控部门都会追本溯源 更何况像新冠疫情这种凶狠的突如其来的疫情 那么目的呢就是确保能够强化针对性的防控和治疗措施 那么据我看到的报道呢 中国的医控部门一直是在做这件事情 对这个国际科学界展开病毒的疏源调查 我们采取的是开放的态度 就是这个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我们的原则 刚才你谈到的专业公正建设性 那么这个所针对的就是世界上也确实有一股势力 那么在搞政治化的调查 搞这个有罪的推定 他们试图把这样一个完全属于科学领域 与科学范畴里的交流合作 变成他们的私人法庭 那么对这种干扰和搅局 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不赞同的 我注意到大概应该是在5月1号前后 世卫组织的紧急项目复合人 曾经明确表示 对病毒的疏源的调查 需要以科学为中心 由科学家来主导